哈嘍大家好,我是洞 歡迎收看洪小動漫劇情 今天要說的是第十一集 所以如果你還沒看過第十一集的話 還請斟酌觀看 或者你是不帶一杯巨頭或已經看過第十一集的話 那你可以放心觀看 好,那非要不做說,我們馬上開始吧 在一開始,由何小霞一起去學生會申請舉辦校園偶像集 然後看學菜字表情 你們是打算走後門嗎? 但是由於學生會有人不知道什麼是校園偶像 加上他們給的資料也並不完整 所以被學生會拒絕了 不過只要他們的資料完整的,他們就會批准 之後他們回到部社 結果原來他們是真的想靠學菜類走後門的 不過也知道了要解決什麼問題了 然後他們就去解決第一個問題 就是舉辦會場 他們就去看了曾經在拉表演過的地方 但他們還是一樣,各自說著自己想要的場地 所以沒人確定 於是他們就去解決其他問題 他們找了東軍學院和屯王學院 要請他們參加校園偶像集 他們二話不說,馬上答應 然後果靈也知道了,雞奈也是他的粉絲 果靈也利用了他的高超療媚技巧 直接讓雞奈還覺得暈了過去 我說你們之前後宮翻藍主角 能學一下果靈嗎? 直接在那邊幫助吃老虎的 就算你不膩,我也會膩的好嗎? 不然我也不會結束翻文社了 解決了參加學院的問題後 接下來就是時間表 這個又和雪菜正在商量 正在最大的問題還是場地 就在這個時候 小喬拿出了一個親手之多的箱子 雪菜竟然還覺得很可愛 而這個箱子是小喬拿來 收集大家對場地選擇的意見的 但是把箱子打開後 根本沒有人給意見 就連一張寫著Mius的紙也沒有 然後小喬就傷心的包住了 不過其他人也覺得小喬的主意不錯 所以就在上面寫多了一些問題 之後尼奈都市一人在布設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不久後 之前尼奈主場的拉山人主 烤了以同好味為主題的餅乾 邀請尼奈一起吃 不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覺得他們很恨尼奈 因為他們進來要把自己給吃了 不過很明顯 尼奈不想吃自己 所以選了彩虹形狀的餅乾 之後得知 原來尼奈在建一個網站 不過 你說你在建網站 但你現在看的是小喬自我寫照了吧 那人主在得知 他們要舉辦小喬員偶像機後 就想把這個事情告訴朋友 雖然還沒得到學生會的批准 但尼奈還是表示沒問題 可以告訴其他人 並保證一定會成功舉辦小喬 小喬偶像機 同好為其他人 也為了小喬偶像機 正在努力訓練 結果就是這麼剛好的 在不夢正在跑步的時候 看到了幼河雪菜默默的走去其他地方 看到了這個事情的不夢 帶著隨時走位黑衣化的感覺 躺在桌子上 然後看著當時自己親手給Ryu的 一個綠色類似卡片的東西時 我還以為他現在是在想 沒想到當時送了這個東西給他後 他也送了我一堆帽子 結果他就這樣睡著了 然後被Ryu叫醒 原來不夢是在等Ryu和他一起回家 在他們回家的路上也商量了一下場地的問題 但還是沒有答案 在一天他們還是在商量場地的問題 下一秒小喬就拿著他的箱子進來了 原來是那箱子進來有一堆子在裡面 之後他們就拿著比之前更完整的資料去學生會 但是他們還是沒有把地點寫下去 然後他們就拿出了那個裝板大家留言的箱子 在他們看到這些留言的時候 也得到了答案 比起只實現他們的夢想 他們更希望支持者也能實現願望 所以場地他們不想只在一個地方 而是我全都要 也說了一些自己的感想 學生會的其他人也沒有問題了 於是他們的校園偶像機被批准了 然後本來不知道校園偶像是什麼的學生會副會長 在上次他們來申請校園偶像機後 就去了解了一下校園偶像 結果他也喜歡上校園偶像 又聽到後就請問他最喜歡哪個校園偶像 結果他竟然回答幽默雪菜 我們的雪菜在聽到這回答後也冒了冷汗 結果就在他好像察覺了雪菜的身份時 他竟然是以為雪菜是雪菜的粉絲啊 還邀請他一起去看演唱會 但如果雪菜和你去看演唱會的話 我看你們是永遠看不到雪菜的演唱會的 之後他們也告訴了同好位成員們 校園偶像機被批准的事情 雖然果林在得知副會長是雪菜的粉絲後 擔心雪菜藏不住自己的身份 但我們雪菜好像接受了這挑戰 然後布夢他就去買飲料 雪菜也跟著布夢一起去 這裡布夢的表情真的很像 發現老公找了雪菜 自己沒有正面揭穿 結果這雪菜竟然還想提到我頭上的感覺 在去買東西的路上 布夢也問了雪菜 在核樹的時候你和又在幹什麼 難道是在準備綠帽嗎 雪菜回答 當時又在彈鋼琴 所以聊了一下 布夢聽得好一臉驚訝 因為他完全不知道又在彈鋼琴的事情 我怎麼感覺布夢在我心中的形象好像不一樣呢 之後回到家後 又邀請了布夢來他房間 一進去才發現原來又是真的在練習鋼琴 並問了又鋼琴的事 又回答本來想把鋼琴練好一點才告訴布夢的 但沒想到會耽擱這麼久 之後布夢直接問 有為什麼先告訴雪菜 難道還比自己還重要嗎 又連一秒都不需要直接不定 所以我先向右抱歉 因為我竟然以為你會說你們都是我的翅膀 然後表示自己想告訴布夢更遠的事情 布夢聽到後直接把右推倒 也表示自己不要聽 也表示自己想做 永遠只屬於右的校園偶像 所以右你也要只屬於我的 雖然我沒看過這兩個動漫 但不知道為什麼我會覺得未來的劇 和Happy Sugar Life也有類似的劇情 第十一集就結束了 我只想說 還我小天使布夢啊 必要這東西一個星飯中有一個就可以了 分錢也不需要兩個 由於下一集也是布夢很幼的組長 所以趕緊喜歡就留下一次再說吧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需要做些什麼 因為喜歡你喜歡我就滿足了 但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Discite隨時歡迎你 那我們下個紅角鬥玩具再見 掰掰 我們下個紅角鬥玩具 我們下個紅角鬥玩具 我們下個紅角鬥玩具